外国传媒报道,贴中邮金2016年2月见底,2018年2月大甘市了美股向好,2019年1月了股市反弹浪紧开端,3月27日预言债息倒挂市股市爆声信号,被誉为神人附体的摩根大通量化,及衍生工具研究部首席环球主管,科拉诺维奇最新表示,若想较准确地预测股市去向, 绝不能单靠某些基本分析,因只能部分掌握股市的故事,他指出,若投资者只关注贸易战,或联储局去年12月加息的意见,只会看淡股市,为事实是股市今年以来一直上升,因此,观察某些技术指标也是重要的,加上这些指标才能看到股市真正,全面的大图画,他指的技术指标不是图表派, 而是观察杠杠,因借前炒卖财能放大股市升幅或跌幅,提供真正的方向,过去数月为何股市会在基本面看淡下而上扬? 正因杠杠,他举例,去年12月美股大跌,主要原因是极度深化的去杠杠所致, 而近月的大升市则是因风险为纳提升而令杠杠重临。因此,投资者应要明白,在杠杠的威力可以狠惊人,他是不会跟随基本因素的。 只要股市波动下降,仓位降到非常低的时候,配合在杠杆重临,就能剃造今年看到的巨大回报。 假若单看基本因素是不能解释星史。 科拉诺维奇作为主管量化及衍生工具研究部,专门用数据计算大市去向, 最重要的是证明行得通,过去能多次成功预测大市走势,并为他带来不小殊荣。 也许上述都是废话,大家最关心的是他目前如何预测呢? 他说,若从基本因素去看,过去两个月的升浪是升得了,股市不值得如此高。 不过,事实就是股市会更高,因为股市再次返回非常,非常低的持仓及杠杆, 并处于平均水平之下,为所有资产再上升带来有利条件。 当然,短期升浪是史无前例的,但这是否意味我们要位高, 而且立即抛售呢?不是。 他再重申,预计巨大的回报会持续。 虽然升得多总会有调整,但事实是升得高不代表要沽, 因为杠杆仍然低于平均水平,以目前杠杆水平来看, 真的很难有甘市,标指目标依然是三千点。 当然,这不是直线向上,中间总会有调整。 但是,你自己тесь想在这里连接下一个而言之后, 女主汽在今天把过程中完成后,